2016年1月31日20点34分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某人 今天要给大家讲出一个学校的另一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通济大学 可能有一些人知道这所学校 那现在应该已经被卖掉了吧 具体的情况我也并不清楚 这些故事都是校园里流传非常久的故事了 其中关于天佑楼的故事最为丰富 可是沪西校区应该已经卖掉了吧 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还能继续流传下去 天佑楼取名是因为纪念 杰出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同济大学沪西校区原为上海铁道大学 2000年的时候并入了同济大学 在天佑楼左侧刚入口的地方 是放置各种人体脑组织和器官的一个储藏室 当然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 隔着玻璃就可以看见里面一些泡在福尔玛林里的切片 这很平常的一些东西 意想中的天佑楼并不是那么可怕 在一楼还有一些解剖室之类的房间 不过一般非本院的学生是进不去的 从一楼开始往上 有各种的办公室 大会议室 电脑室等 包括医学院 软件学院等都在这里 另外包括计算中心 国际会议中心 也在这座楼上 再高一点 就会碰到很多贴了封条的角色 一般情况下 不会感到有什么不正常的 不过在这里先提一下 在天佑楼第九层 右侧倒数第二间封闭的房间 这个房间可以关注一下 自从建楼以来 只有这样一间是一直贴着封条的 至于理由 老师们并没有告诉我们 只是说这个房间不适合工作 因为自建成以后 就一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出现在里面 比如银啸的声音 谈话争吵的声音 甚至是汽车来往的声音等 据说当时研究之后 认为是由于建筑的巧合 导致在这个房间产生了声音的反射据点 类似于天坛三音石的建筑园里一样 大概是为了以后研究吧 并没有对其进行改造 所以一直还保留着 不过不会让人进去 留言传出来 肯定是会对学校有所影响的 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护西天佑楼的地下藏尸库 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也有很多的传言 那里很多鬼怪的事情 根据档案科的老师 谈话中了解到了一点 很多都是虚假的传言 只有一个是非常邪门的事情 从一楼下到地下室 有电梯和楼梯两个路 一般人如果走楼梯的话 很容易就会不知不觉的走到地下室 其实在建楼的时候 地下室入口的设计 是很明显区别于其他楼层的 但是在地下基层建造的时候 却无意中建造了和楼上一样的通道设计 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虽然当时是由铁道大学来建造 但被统计兼并之后 一旦传出来 依然会有损生予 而且由于建楼的时候 挪用公管的事情 因此这件事也就被压了下来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后来为了阵邪而请来的龙华寺的一个方丈提到过 是该寺镇守的龙华机场外的那条河 有名叫银阳河 据说里面有恶鬼 有几条直通其他地方的阴阳道 可以吸入人心坡 直入地下 通往阴阳河 当时没有发现 其后才发现 其中一条是直达 护膝 天佑楼下 我当时听到的感觉 很不能理解 因为这么远 怎么能够连接得到呢 不过老实解释 也是听到这个方丈所说 因为建造天佑楼的时候 地下 就是建造出亚洲最大的藏室库 其他的基础设计 考虑到风水学 建造格局形成了方圆百里 基因质地 所以才连通到了这里 相信一些外学院的学生 都是知道的 同济护膝天佑楼地下 是一个藏室库 不过 只有部分医学院的学生 才知道 有两层设计 地下二层 地下一层是没有尸体的 左右两边的房间 大多都是空着 如果进去看 会发现 有很多的管道 破烂的废就桌一荡 而地下二层 是上锁的 只有一个小门 才能够进去 不过做楼腾设计的 才是真正了解的 真正的地下室 是有第三层的 第三层早已经被封死 之前用来摆放实验器材 比如 福尔玛林泡尸液 可为什么封死 据说是 从运送尸体进入之后 下到第三层的人 会感到强烈的压抑和不安感 并时常会有 幻听幻视的现象发生 这种精神上的感觉 会随着进入的时间而增长 当时争论时曾认为 是有过多的毒气 还是用那个方丈的话来说 阴阳道上的灵体 由于受不住阴气浸食 这是灵魂离底前的表现 并建议封存整层 并将一座佛 治愈其中 用于震住邪气生生 有条件的同学 可以下到地下二层 去找一找那个 已经封死的 通往地下三层的入口 他的门应该是锁着的 唯一不同的是 门上还多了一条 类似于黄浮一样的封条 这就是唯一的诡秘所在 不过传到外面 已经是神魔鬼怪的 各种版本了 对于这样的灵异事件 信则有 不信则无 而对于一些 已经封存的过去 我们也只能 将我从档案科老师那里 了解到的皮毛告诉你们 其他涉及的事情 真的不好再明说 如果真的 想要探究的话 可以到龙华寺找当时 给护西天佑楼 观像的方丈 去了解一下 不过是谁 我不太清楚 但是到那里打听一下 就会有人知道 毕竟 统计护西天佑楼 是上海十大协地之一 还是相当有铭记的 他们那里的人 一定都会有所了解